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赵丽颖35岁生日当天发了一段平淡无奇的视频,言论区陷入圈套 赵丽颖35岁生日庆典上,她不露脸不说话,发了一段未满的焦点视频 视频里面,是一片巨大的大海,还有很多字在海边旁边写的 视频一出,立马就脱颖而出,粉丝们也迅速投入其中 为她曾经做过的工作鼓掌,为她点亮了生日的愿望 赵丽颖的生日与其他大牌明星形成鲜明对比,显得极为轻松和基本 也许,她只需要告诉大家,我在这里,我很好,我们可以继续合作,一起看循环 粉丝们似乎对她的理解还不错,而且从被注区的展览来看,她有一种外貌的感觉 赵丽颖在娱乐圈的发展,可以被描绘成一个个从青春无罪的小姐姐 一点一滴到压抑成熟的一流,为个人提供逆势而上的逆天能量 尤其是在满亿一万家中帮助郑小龙总裁后,赵丽颖饰演的和幸福更是将赵丽颖账号品牌 推向了电视剧热潮的最高点 假设您获得有关此人的一些信息 可能会给人一种过于纤细的感觉,说话也很刺眼 随后,她在参加象征来了时,被谢纳封卫照小刀,甚至被众人称为强化刀皇 她的个性格外直接和有分量,给人一种邻居的信任感 在她的演艺事业中,她不断地为大众奉献精彩的作品 职业的艰辛程度与她的身体不相符 小小的身躯,却有着巨大的能量 很多人都说,赵丽颖是一个从旷野中展露头角的大明星 再怎么热心尝试,也摆脱不了那种乡土风范 但从大眼娃娃看来,这对赵丽颖身边的小姐姐来说,是特别的 性情,合法公正,精明且有动力 如果其他大都会明星需要有这种个性 他们就无法超越她,对吗? 此外,个人从来没有拒绝过自己是吐气的小姐姐 就这一点,她就值得人们崇拜 赵丽颖作品过多 最初几年,她在电影和媒体行业打拼 可以得到一些额外的工作 现在她已经变成了一个一流的勇敢的女人 她的动力不是靠卓越和外表来支撑的 加一句表扬她的话是,赵丽颖靠的是孜孜不倦和力量 毫不奇怪,粉丝们利用她的工作在她生日 那天称赞她,这不是宣言吗? 赵丽颖在演蜀山之战 其中于无心既大又凶 而花千谷中的小谷头又大又凶 让人疯狂迷恋 假设你看到赵丽颖的哪些作品 你会喜欢哪些工作? 你喜欢山还是吊暖? 你喜欢小谷还是碧瑶? 还是陆枕、楚桥、盛明兰? 也许,我们都是习惯性的个体 最终我们都可能喜欢和幸福 她的戏引了无数个角色 网友们纷纷表示 那些不是赵丽颖的学头 她的作品应该被指定为赵丽颖 而不是别人 这句话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也是有道理的 而且有令人鼓舞的寓意 作为媒体的顶级艺人 赵丽颖的生日并没有在网络上露面 说几句话就很惊艳了 但在第二十届公众大会的十字路口 她知道如何进步和退出 正如她的粉丝所说 大家应该更加专注于公益事业 可见赵丽颖的粉丝群不受省情影响 同样有家国之魂 更何况赵丽颖发的这个生日视频 同样暗示了人生应该像大海一样 准备邀请世界 承认一切 无论如何 她表现出来的都是正直的 这样一来 就值得她放手了 未来 赵丽颖的新剧也蛮成长 和凤星也能让她更上一层楼 毕竟那些剧也很火啊 我希望赵丽颖的作品 能像大海一样充实而广阔 给人一种信仰的感觉 我希望她创造的角色 可以像沙滩上的沙子一样无边 温柔和传统 祝赵丽颖演绎事业轻松 年年有今天 年年有好角色 祝阿昭生日快乐 以上就是大眼娃娃的休闲细节 如果你有读到的意见 还可以加分讨论 谢谢 02 王一博复刻青春照太可爱了 网友笑出珠 很长一段路 因为涉及到休闲事业 魅力的艺人不计其数 各有各的男神和女神 他们在休闲圈内塑造了足够的影响力 和私人魅力 本期 我们可以大致交流一下 颜值男神王一博 由于作为艺人 他有着高品质的非公开魅力 给大家带来独家惊喜和惊喜 作为艺术家 王一博士90后 自出道以来 他拥有众多唱片公司 歌手 艺人和专业赛车手 参演了多部影视剧 还推出了多张歌曲专辑 有陈情令伴奏 你在世界的巅峰 我的陌生朋友 有飞洛阳启峰等 今年也有很多演出 还有电视剧冰雨与烈火 电影天空之王 我和我的青春温暖等 艺人王一博的圈子和资产 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当然还有他的魅力 和私下的魅力 毕竟 非公开的潜力出现 吸引了大家的兴趣和奖励 那是一种实力的体现 显然 他可以依靠他的似乎吃饭 但他仍然如此努力 大概这就是 王一博非公开魅力的体现吧 除了参演影视剧 他还是众多系列的常客 这就是街舞快书 天天向上等系列 王一博都证实了 自己的出色展现 才艺和才艺 更是得到了 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和打赏 不过 无论是在范围内 还是在影视剧中 王一博都证实了 自己完全独特的一面 而另一方面 在生活中 王一博却视若无睹 毕竟在那个时候 王一博的参与度 似乎比较高 近日 有网友定位到 王一博在录制节目时的照片 不经意间 他的姿势 再现了他青春期的形象 王一博和小王一博长大后的表情和姿势都差不多 很可爱 而更大的狂热分子则评论称 王一博保留了独特的乳汁 长大了大于可爱 事实上 青春期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很多艺术家都对自己的容貌进行了高质量的修饰 许多人甚至从他们以前的样子修改了负载 但是有很多人 尽管如此 他仍然保持独特的外观 本质上是独特的外观 因此保持独特外观的人 似乎是优秀的 这也勾起了很多网友的惊人回忆 网民们还考虑到他们的青春期 此外 他们还唤起了许多网民的最高回忆 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当时妈妈的味道 以及他们美好的回忆 你想要这样的王一博吗 欢迎和我一起百分比